財資大道 林潔盈 何文堅 好了 繼續回來財資大道 我們疫情方面相當反覆 仍然保持著每天4000宗確診的數字 其實在講疫苗接種方面 大家可能如果可以的話 都真的打疫苗去保護自己 防重症 今天在6個月大至3歲的友同 可以接種科興的新冠疫苗 已經接種三劑科興或伏必泰疫苗的 50到59歲人士 也可以接種最後一劑疫苗 至少3個月後接種第4劑疫苗 究竟應有疑方面接種疫苗的情況是怎樣 有甚麼地方需要注意呢 我們請這位嘉賓和我們討論 醫管局疑科統籌委員會聯合主席 蘇景環醫生和我們討論 早安 蘇醫生 蘇醫生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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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醫生 蘇醫生知道 今天開始6個月大至3歲的幼童 可以接種科興的新冠疫苗 當中其實 醫管局方面是怎樣配合呢 是 我想首先我都在這裏講一講 繼續作為疑科醫生的角度 怎麼看呢 因為其實呢 我想最近大家都知道 開始在香港都多了新冠疫苗的個案 也都是廢老仔我們都見到是多了的 是 還有呢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我看到都是重症是多了 因為我想最近大家可能有留意新聞 或者社交媒體都會看到 有些壞死性腦炎那些個案 我們最近這兩個星期都有幾個個案 要入到心切治療科 我想大家都很緊張就是我們很不想這班小朋友 有些這麼重的症 這樣 還有我們都看到就是 其實這一班 我們重症入去RCO的小朋友 其實大部份都是3歲以下的 是 那他們呢 都看到大部份都是 未帶來每天3歲以下 我們今天 當時是未了 現在今天就可以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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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現在都希望 我們盡量保護我們這班小朋友 所以我們也是希望 他們呢 他們呢 快些 今天開始有打 就可以快些去接種疫苗 去保護我們的小朋友 那我們醫管局呢 也都是做了很多措施呢 去幫助 去協助這班小朋友呢 去打這個疫苗的 那其實呢 我們在我們醫管局的下 其實呢 我們的 普通科換診度呢 全部都可以去做這個 疫苗接種的了 那也都可以呢 可以去我們的社區疫苗接種中心 那也都是 但是如果去社區疫苗接種中心 當然要去看看呢 是打哪一隻疫苗 那他們又分開的 我想問一下 現在目前呢 科興的疫苗在醫管局下的一些地方 可以打到 那其實如果家長想有選擇的話 其實現在暫時是否都有選擇 那 暫時來說呢 其實呢 我們呢 有兩隻疫苗 一隻科興啦 科興呢 現在就可以打到六個月大的了 那但是 復必泰呢 暫時呢 去到五歲 那五歲以下呢 其實我們的專家委員會呢 都通過了的了 都覺得 通過了是會到六個月了 不過呢 就是在接種方面呢 暫時都覺得 技術上有困難 因為 這個 我們那個復必泰呢 其實是用這個 大人的那個低量呢 然後呢 再分小去打的 就是我們如果大人呢 平時我們打呢 就是打這個0.3mL 那 就 小朋友 就是五歲以上 我們呢 其實打是0.1mL 但是呢 如果是去到 五歲或以下那些呢 其實我們講的是 打這個0.0.3mL 那所以呢 其實是很小很小的低量 那就應該 就是這個技術上 是非常非常之困難啦 那也都有 這個誤差率都會大啦 那所以呢 其實呢 在 廠那裡呢 其實它有不同的配方的 除了成人配方之外呢 另外就是有兒童配方啦 還有幼兒配方啦 那這些呢 都是比較濃度沒有那麼高的 那抽出來的那個容量呢 就會大些 那但是暫時來說呢 就 香港是沒有買到這些 兒童或者幼兒的 復必大疫苗 那所以暫時來說呢 我們 都是沒有推薦到五歲或以下的 即是現階段 如果是六個月大至五歲 這一段時間的小朋友 英幼兒呢 其實都只可以選擇科興 暫時是嗎 是 暫時是 那如果你想留意一下那個 烏梁呢 即是他做劑量的時候呢 家長可不可以用些什麼判斷度呢 看一下他是不是真的符合了自己小朋友的年齡的劑量呢 那個我想 以家長來說可能都有些 都比較難一點 因為看到那個劑量其實都很小的 其實呢 就算是 即是 即是現在我們五歲那些 說打這個 0.11 是呀 我有跟小朋友去打的時候呢 都真的呢 家長很難判斷 看不到 有時候會拿一支針給你 現在打了一支針 你可以看一下是什麼 是 我都會看一下它的劑量 是什麼牌子 剛才阿衰心說 那個劑量 小朋友笑那麼多的時候 都很害怕 有時候擔心一些低級錯誤 所以最好就買到 這個英幼兒的版本就最好 要看藥廠方面可不可以提供 現在目前只可以打科興 但家長方面 如果真的選擇打針的話 其實都可能有衝破一點點障礙 因為英幼兒打針 或者是大人 小朋友 大家都擔心副作用問題 特別是 有些家長說 六個月大以上的小朋友 其實他們 如果真的不舒服 都不會說 其實英幼兒打針 副作用的情況又是怎樣的呢 是 非常之好 這個問題 我想其實我們從小孩子開始打的時候 其實我們家長已經有很多問題 因為始終家長一定擔心 自己大人就沒有擔心 正常的 很多疑慮 是啊 是啊 你說現在再推展到再細一點 當然是更加擔心 我想我在這裏 都可以跟家長說一說 其實大家可以放心的 其實我們都有看過他們的報告 如果科興提供了數據 給了科興 我們會看過了 其實那些副作用 其實跟不同 甚至成人打的 其實都是差不多的 其實都是打完之後 針口會痛 就可能會有一點點發燒 這些這樣的症狀 這些都是常見的 所以小孩子去打 其實也都是 副作用 也不會特別擔心 但是當然我們是看回 很多時候都要平衡 那個得益和那個危險 我想特殊來說 其實都是重要的 因為我們都看到就是 因為一班小孩子 是比較多重症的 我們都希望用這個接種疫苗 去保護到這班小孩子 另外他們染疫之後 重症的機會高一些 如果沒有打針 另外就想問一下 嬰兒或者小孩子 其實她長身觀 有沒有這些數字 給大家去參考一下 數字暫時 我們都沒有很掌握 很精確的數字 我們都有複診那些小孩子 我們都看到 這個長身觀 在小朋友上 是不是很常見的 大部分 大部分在小朋友好之後 什麼事都沒有 但是呢 也都有小部分的小朋友 都看到是有的 他們很多時候 可能記憶力會差了些 個人可能累些 平時打球打得很好 現在就打不到這樣 這些情況都有的 所以我們都 雖然說 不是很肯定 有多常見 但是我想我們 盡量可以防止 盡量防止 所以最好就是 預防她不要感染到 這個生股病毒 打針之前 其實 打針之前 家長有沒有些地方 需要特別留意 是 是 其實OK的 不用擔心 我們其實 打這個 新冠疫苗的針 其實跟我們平時 打這個 維持性流感 疫苗差不多 因為其實它兩個 疫苗的平台都一樣 所以 反應也很相似 我覺得 都是 照平時打普通的防針一樣 就是 當個小朋友 健康是OK的 就是說 不要發絲 還有其他病 的時候去打 其實就OK的了 還有 亦都想提一提 家長 就是說 因為接下來 我們媽媽 流感就開始來了 其實我們都建議 我們所有的小朋友 都打這個流感疫苗 因為 其實我們的小朋友 在過去這幾年 是 惹到流感的機會 是比較低的 因為戴了口罩 其實 是啊 大家有社交 社交距離限制 大口罩又抵手 那所以 他們少了 就是這個感染到 這個感冒的經驗 所以他們本身對於 感冒的抵抗 都是差點 所以我們都想 家長 這個都要打 還有還有一件事 就是說 其實打這個流感疫苗 還有打這個生活疫苗 其實是可以同時進行 不需要說分 以前就說 不如隔了兩個禮拜 其實不需要 其實一起打都沒有問題 亦都可以給家長一個方便 即是說 兩樣都要預防 不如一次過 兩樣都打完 講開疫苗 其實今次放寬 就是六個月以上的小朋友 可以寶寶仔 可以打科興 其實六個以上 經常都要去健康院 打不同的疫苗 那 需不需要間距呢 即是原本那些定期的疫苗 有些人不會打8加1 分很多次打 要經常去的 那這些是否有什麼要留意 那這些是否有什麼要留意 其實六個月以下 暫時都沒有 如果孕婦在接種方面 會否可以保障到嬰兒 嬰兒的情況呢 是啊 非常之好 那我們其實呢 因為六個月之下 是沒有針打的 那所以呢 其實呢 我們最有效的方法呢 就是媽媽懷孕的時候呢 已經打正那個 新冠疫苗 因為我們都有 有研究看到呢 就是媽媽打了之後呢 其實抗體呢 可以經過一個持帶 胎本呢 給了一個胎兒的 那還有呢 出生 如果媽媽是打了針之後呢 媽媽是繼續餵母乳 在母乳裡呢 也可以有抗體給寶寶 去保障那個嬰兒 直至到嬰兒子六個月大 都還可以的 那六個月大之後 接著就 嬰兒子可以自己去打針了 嗯 這方面真是媽媽最偉大的 爸爸都幫不了什麼手 是啊 爸爸是幫不了手 在這方面 今天呢 我們呢 今天我們跟醫管局的 疑科統籌委員會的聯合主席 就是蘇敬門醫生 先談到這裡 謝謝你 蘇醫生 謝謝你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scenes 我在島 要一點 我們 結束